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时代 祖国有个人名叫胡子贱 曾经在善妇这个地方当过县官 他总是待在关谷 一边弹琴 一边交代部下处理工事 就能把善妇县治理得很好 让人民过着不足安乐的生活 后来胡子贱离开善妇县 由乌玛琪接任县官 乌玛琪工作很认真 每天天还没亮就出门去上班 直到月亮 高挂天空才回家 不分日夜 无论大小事情 他都亲自去办理 所以也把善妇县治理得很好 却让自己很劳累 乌玛琪觉得自己很用心 费了许多劳力和精神 才有这样的成果 而胡子贱整天坐在官谷弹琴 也能把善妇县治理得很好 让人民过着安稳的生活 他无法明白原因是出在哪里 便去请教胡子贱 乌玛琪说 看到你每天不出官谷 只坐在那里弹琴 就能轻松治理好善妇县 而我每天早出晚归 非常辛苦的工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 胡子贱听了笑着说 我是善于任用难干的人 你是亲自费心力做事的人 任用能干的人替我办事 自然就轻松许多 如果大小事都一把抓 不信任他人的做事能力 每一样都要亲自去做 就会感到很辛苦 乌玛琪惊讶地说 原来是这样啊 可见的我的做事方法 还需要好好改善 后来的人便从这个故事 将做事辛劳 早出晚归 或在夜间奔走赶路的人 形容为贫心待悦 小朋友 这个故事说明了分工合作 缓解力量大的重要性 无论读书或做事都要有方法 否则 批心待悦的故初 会浪费许多宝贵的时间 也会累坏自己呢 小朋友 听完批心待悦的故事后 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 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 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 故事的源起是 胡子健与乌玛琪都在善妇当县官 也把善妇治理得很好 但是两人付出的辛劳却不同 故事的过程是 乌玛琪不明白原因是出在哪里 便去请教胡子健做事的方法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 胡子健认为乌玛琪要善用人才 做好工作分配 还不会让自己太过于劳累 小朋友 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 披心待悦的故事了呢 接下来 让我们来一起动动脑吧 过程中 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 认真的想一想哦 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吧 胡子健与乌玛琪都在善妇当县官 也把善妇线治理得很好 但是辛劳的程度为什么不一样呢 家人们每天披心待悦的工作 真的很辛苦 你会如何表达心中的感谢呢 小朋友 上面两个问题 你有想法了吗 快和你的家人朋友老师分享吧 成语小教室 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 今天的成语 披心待悦 是形容早出晚归 连夜赶路 或工作非常劳累 是用在勤劳又努力做事的表达上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披心待悦可以怎么使用吧 为了在天亮前赶回家 他披心待悦的连夜赶路 爸爸为了家人 每天披心待悦的工作者 好让我们衣食无缺 与披心待悦相似的成语有 肃心夜眉 夜以继日 洁风沐雨 听完故事后 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小朋友 我们下次见